来 上前一步说出你的幸福心愿 我的幸福心愿是 希望见一次我们一年没见的孩子 好的 孩子多大 我的宝宝一岁多了 怎么眼睛眼眶就红了 生下来之后就没在你身边是吧 是 现在一岁半你见过几次 我就去年春节的时候见了一次 那谁带着呢 怎么知道爷爷奶奶带着呢 现在孩子在哪里 在他们老家 在婆婆家 对 是吧 对 说起孩子我真的觉得挺对不起孩子 也挺心酸的 我当时16年知道我怀孕了之后 因为当时 在我父母那边 他也不愿意我们要孩子 因为我的身体确实是不好 如果要孩子的话 肯定会危及我身体 那个可能会更严重 但是我因为宝宝来了 我舍不得了 我也知道他也想要个孩子 但是他从来都没跟我说过 因为他也替我考虑我的身体状况 等了结婚几年都从来都没有提过孩子的事 直到16年我怀孕了 当时我也很纠结 要身体犹判承受不了 不要又觉得对不起他 然后对不起他们家人 后来我权衡了一下 我还是觉得还是要吧 回到他们老家 这又是一个问题 一个新的问题 因为回到了他们老家的话 医疗条件肯定也是有限的 我们生活在北京 在北京这边肯定有医疗啊 都是好一些的 其实我父母也是不太同意 我回他们老家养 就总而言之为了要这个孩子 你可以宁愿不要命呗 对 是吧 但是你的丈夫肖世伟 你在最初的时候 应该是劝他不要这个孩子吧 因为我考虑到吧 他这个毛病吧 可能也会有遗传 我这个眼睛吧 也有可能会有遗传 他这个不一定会遗传 但也有遗传的激励 身体也不一定吃得消 在他那个身体上 比如说生残啊 或者是身体吃不消 有个人根本生不下来 结果孩子生下来是健康的吗 不放那个险是吗 后来他想要嘛 就弄我们家去养胎 后来生下来是 没有出现什么 是健康的 对 我当时就是回到老家时候 我特别感谢我婆婆也是 我婆婆对我照顾的特别细致 要不是她对我照顾的细致 可能我也不会有现在这么好的身体恢复状况 你们俩现在在干什么 我们现在在燕郊开了个店 是你们俩在开按摩店 对 开了个按摩店 那么孩子生下来既然是健康的 为什么不跟着你们俩生活呢 跟着我们俩 主要我们俩身体也不太好 然后如果再带着孩子的话 肯定会影响 要么就是影响带孩子 要么就得影响工作 主力就是她来赚钱 如果她带孩子的话 那就没人工作了 如果我带孩子的话 我是管那个店里的接待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 除了生下来的话就见过一次 春节的时候我见她的时候 我要抱抱她 不要 不认识我的 那是心里最难受的 因为我创业嘛 那时候刚刚我大女儿出生的时候 我刚刚创业 然后因为创业没办法带她 那你想她吗 那肯定很想 所以你能体会她的感受 非常能体会 特别是体会 那你先谈谈你怎么帮她的心愿 因为我是一个做企业的人 可能我会资助你一些路费啊 让你多回家几次吧 谢谢您 所有我自己的渠道里面 我的朋友们去号召一下 大家去第一次去你的店 可能是因为我们做品牌 做影响 但是也希望你们用良好的服务 留住这些人 把你的小店经营好 也希望我的这个小小的帮助 能帮到你们 就是试试看看 能不能做一些互联网上的生意 然后在老家也能做 好 我挺有感受 你们二位的恋爱婚姻挺甜蜜的 其实我挺祝福你们 心里也觉得很安慰 并且你们在北京 在燕郊 在这么需要打拼的大城市 两个人这么身上 自己的身体有各种 不方便的状态下 还能一块开个店 一起来经营 一起来共同来为自己 为孩子做很多准备 我觉得在很多的残疾人当中 可能你们算是幸运的 那我个人呢 那尽一点微薄之力 我会出价值两千元的 孩子的生活用品和图书 让孩子自己看看书 这样的成长 希望给他做一个好基础 祝愿你们能过得越来越好 谢谢 我最担心的一点是 孩子如果不跟你们俩一起 共同成长 他感受不了这个特殊的家庭 这个特殊的爸爸和特殊的妈妈 他们之间 对于生活困苦的那种 向上的力量 他感受不到 你等到到了三四岁 四五岁了以后 再来到你们的生活当中 他不仅是会对你们俩陌生 而且对于你们俩特殊的人生经历 会更加难以接受 你明白吗 明白 今天我们也给你们 带来了一个惊喜 来 我们来看看门后面 是什么惊喜 请开门 来 您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来自江西 萧宇彤的奶奶 马林萧自于爸爸妈妈 那他们想孩子了 他们又远在他乡 很想孩子 那我们夫妻俩就 给他们来个惊喜 把宝宝带来给他们看一下 我们儿子是非常厉害很棒的 他们这样还是坚持 要自己赚一点钱来帮帮我们 现在这个店说白了 就靠他一个人工 对吧 来进行服务 所以其实这个店 其实是养家糊口的 你索性你这些年 先回上楼 对吧 等您的父母 也就是他们的爷爷奶奶 百年之后 你再想着来北京 那时候孩子也大 反正你们自己考虑吧 对吧 但是我们也给予了一定的助力 总而言之 孩子得来不易 你们的爱情得来不易 希望在有限的时间里面 好好地珍惜 当然也要感谢父母的照顾 好不好 谢谢你们四位 来到节目当中 来 再见 往前走 马林夫妻 如愿见到了许久未见的孩子 长期的思念 让这个家庭备受压力 但是通过大家的帮助 他们的生活 一定会越过越好